每次听到国歌我都是想呕 既然你一听国歌就会呕 我建议你尽快离开香港 不要再忍受这首国歌之余 也都不要再用抗争的手段搞乱香港 港独大学生为获得英国公民身份 不惜背叛祖国 没想到却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逃寸到英国的他因为找不到工作 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最后更因交不起房租自杀身亡 那么他是怎么落落到如此下场的 2023年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则新闻 一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 死在了一间出租屋内 不过他被当地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死亡有一周时间了 警方赶到现场打开出租屋房门时 整个屋内充满了恶臭 谁能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最后竟落得了如此凄惨的下场 这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可出人意料的是 当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 却并没有感到惋惜 反而觉得大快人心 甚至不少人拍手称快 因为这名高材生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叫人戏粉 只能说他落得今天的下场 也是他自作自受 这个被人唾弃的女人就是何一琼 他从小家境优越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都在不错的企业中上班 所以他们对何一琼的教育十分看重 一直都给他最好的条件 让他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 而何一琼也没有辜负他父母的期望 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香港大学 还获得了学士学位 当然何一琼的优秀 也使得他的父母非常放心 所以他们很少关注他的心理问题 在他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 何一琼的思想观念 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我国的领土 可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在这里搞小动作 而那些思想活跃的年轻人 就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些人经常对香港年轻人紧洗脑 给他们灌输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 久而久之 他们开始对大陆产生了不好的看法 向往外国的生活 为了去看看国外的月亮 他决定去瑞士留学 其实在他的简历上 曾留下很多名教教育的经历 不过这些成绩却对他后来的生活 没有丝毫帮助 在国内的时候 何一琼还能收敛一点 在瑞士留学期间 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 每天与那些外国学生相伴 思想和言行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 觉得自己和本地人一样 被国外灯红酒绿包围的何一琼 已经完全迷失自我 心里竟再也没有祖国的位置 以至于开始参与一些西方炒作的运动 看着别人对祖国进行肆意抹黑和侮辱 他不但没有觉得丝毫不妥 反而积极参与其中 甚至还成为了里面的骨干成员 全心全意的帮他们做事 已经小有名气的他 经常在社交网络上 针对祖国发一些子虚乌有的言论 整天在各种媒体上叫嚣 到了2019年 他更是在外国金主的资助下 参与暴力活动 不过警方也很快就注意到了他 最终他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代价 但即便伸出铁窗 黑衣穷依旧不知悔改 出狱之后 他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比之前更加肆无忌惮 说不知前方等待他的 将会是地狱般的折磨 自1月31日起 中方不再承认 所谓的BNO护照 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并保留 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他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 却未到国外吃香喝辣 背弃祖国 逃算到英国后 连饭都吃不起 最后精神崩溃的他 只能留下一书 自杀身亡 虽然何一琼已经被警方抓获过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出来之后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逃离祖国 就在这时 英国的一个举动 让他看见了希望 他们特地为了那些港独分子 白发了BNO护照 而这对于何一琼来说 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于是他迫不及待的卖了自己的车子 仓皇逃离到了英国 甚至在临走之际 他为了向对方表示忠心 还在网上发表了很多抹黑的言论 与此同时 他还不断地幻想 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国人 马上就能过上他梦寐以求的奢靡生活了 但很快 现实就会狠狠地给他上一课 出道英国的何一琼 满心都是对未来的向往 他觉得 凭借自己的学历和才华 完全有能力在这里找到一份好工作 但当他去面试时才发现 那些英国人根本就看不上他 甚至有的连面试机会都没有给他 于是他只能在出租房里混日子 但每天高昂的生活花销 很快就让他的钱包见底 所以不得不再次出门找工作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即便已经放低了要求 却还是没有人愿意聘请他 原来是因为他的护照有问题 何一琼拿的护照 是当时英国政府 专门针对他们这种人颁布的 也就是BNO护照 这是英国人为了让港独在香港搞事情 特意给他们定制的 英国方面承诺 只要持有这种护照的人 就能享受跟英国人一样的待遇 在当地居住五年以后 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 甚至在这样的诱惑之下 香港那边有很多人都为其办事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本护照竟然会是一个骗局 所以英国的那些企业 在看到何一琼持有的是这种护照后 就知道了他的来历 所以即便他的学历再高 都绝对不会录用他 对于这种背叛祖国的人 他们不仅看不起 还感到十分厌恶 毕竟这样一个连自己国家都能抛弃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终身企业呢 况且这些润人 在英国居民看来 这就是人人喊打的蛛虫 而此时的何一琼也彻底认清了现实 但当时他为了认到英国 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和代价 他已经将自己的车子房子全部编卖 并且就算回到国内 他犯下的种种罪行 也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更何况心高气傲的他 还依然对国外抱有幻想 可他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因为他从国内带过来的存款 已经见底了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 他很可能就会被饿死在街头 可他面临的困境还远远不止这些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直接将他逼上了绝路 港独分子背叛祖国 变卖全部家产后 逃窜英国 结果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饱饭 不仅受尽本地人的冷眼歧视 更因交不起房租 自杀身亡 找工作屡屡碰壁的何一琼 在将存款花完之后 只能到贫民窟赞助 我们都知道 这些地区不仅环境脏乱差 更有很多流浪汉 抢劫犯 小偷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是相当困难的 但现在的何一琼 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他每天都过得 提心吊胆 无时无刻不再担心 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然 心高气傲的他 是不甘心过这种日子的 于是他不得不放低 自己的要求 去找一些本地人 不愿意干的活计 很快 他便找到一份又脏又累 工资很低 还经常加班的工作 在工作稳定之后 何一琼就迫不及待的 搬出了贫民区 花费900英镑 足利间又小又破的小房子 就在他以为 生活正在慢慢变好的时候 现实再次给了他狠狠一击 他的每月房租 大概需要人民币8000元 这样的价格 放在国内来说 就算在一线城市 租个三十一厅 都还绰绰有余 可到了伦敦 却只能租到一个环境 极其恶劣的房子 更窒息的是 何一琼的房东 还经常上门催脚房租 微薄的公司 在跑去房租以后 细乎所剩无几 很多时候 就连基本的伙食费 都无法满足 根据他自己的日记记载 为了省下房租 他总是一天只是一顿饭 可谓是将生活成本 压缩到了极致 长此以往的生活 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不仅营养不良 还大量掉发 失眠精神压力极大 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另外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自己一心向往的外国 竟是这样一个 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地方 他的精神世界 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里根本就没有自由和民主 只有本地人对他的歧视厌恶 精神世界的崩塌 彻底将他压垮 于是不堪折磨的他 做出了一个决定 2022年11月 何一琼所在的工作单位 才发现了他已经几天没来上班 之后便联系了他在国内的家人 可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最后只能让警方到他的住所 查看情况 结果当他们把门打开后 才发现何一琼已经自杀身亡 整个房间充斥着腐臭的味道 经过现场勘察 他们在屋内找到了一封遗书 其中的内容充满了讽刺 同片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悔之意 但不管他说什么 都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 因为曾经的他为了一己私利 干了那么多损害祖国的事情 现在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算是最有应得的 所以真正爱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 始终都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无条件的热爱祖国 背护祖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